凤凰财经日报 我是王峰 近日俄乌局势升温 全球的金融市场也是受到震动 今天亚太局股市集体走低 日本股市跌幅领先 日经指数大跌了超过2% 创下三周的低位 韩国 台湾和香港股市跌幅 也都是超过了1% 内地A股也是全线走低 不过尾段跌幅明显的收窄 创业版的大牛股宁德时代 从低位反弹也带动锂电池板块 止跌回升 而金融和地产板块出现补跌 互指中场是下跌了接近1% 这也反转了上周 互强深弱的格局 外围局势动荡不安 A股在截后也是反复的偏弱 那这个摩底过程 是否还会持续下去呢 相关话题稍后 我们会请出北京直播室的嘉宾 西南证券的首席分析师张刚先生 会做详细的解读和分析 今天香港股市也是受到外围影响 低开低走 横指明显的下挫 中场是收跌了1.4% 失守了20天线 内地股市今天跟随外围震荡走低 金融和房地产板块出现补跌行情 互指跌幅居前 中场收报3428点 跌幅0.98% 深城只收报13123点 跌幅0.76% 创业板指数冲高回落 一度下跌超过1% 收盘跌0.52% 科创50指数收在平盘附近 粮市成交缩量至8600亿人民币 北乡资金净卖出37亿 盘面上来看 宁德时代澄清不利传闻 股价从近期低位反弹 重返500元水平 锂电池板块也集体走高 其他板块方面 辉瑞新冠口服药获批的消息 提振新冠治疗类股 旅游等板块也走强 受额无紧张局势升温影响 香港股市跟随外围明显下挫 恒生指数开低181点之后 快速下探 早盘最多下挫423点 午后市维持低位窄幅波动 收盘报24556点 下跌350点 跌幅1.41% 主板成交1138亿港元 大部分蓝筹股下跌 内房股跌时加剧 科技金融和公用等多个板块也下跌 但是石油股逆势向好 顺宇光学也攀升超过2% 亚太股市普遍下挫 日本股市大跌2.23% 台湾和韩国股市也都下跌超过1.5%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因为乌克兰问题导致俄罗斯 和西方国家的关系进一步的恶化 也打击了俄罗斯股市和债市 上演了股债双杀的局面 而在货币方面 乌克兰货币格里夫尼亚 也出现下错 但是俄罗斯的卢布 则是止住了跌势 围绕俄罗斯问题的战云密布 七大工业国又对俄罗斯 发出严正警告 令俄罗斯金融市场持续震荡 股市急跌 以美元计价的指数 周一早盘一度重挫超过半成 同时国债价格同样大跌 至2020年3月爆发疫情以来的新低 乌克兰金融市场同样震荡 以美元计价的国债价格 一度暴跌超过一成 也创出接近两年新低 货币格里夫尼亚 对美元同步明显下挫 至近几周以来的最低位 不过俄罗斯卢布 对美元经过上周五大跌之后 周一大致喘定 但涨势乏力 盘出明显反弹之后 回到平盘附近 央行上周进一步大幅加息 为卢布提供支撑 美元整体而言受到 避险资金流入的支持 走势转强 美汇指数上升至月内最高位 同样是避险货币的瑞士法郎 和日元也攀升 亚洲货币方面 台币下跌至超过三个月最低位 港元上周五触及超过两年新低之后 周一继续下市低位 不过人民币的表现大致平稳 中间价小涨至6.3664 符合市场预期 及期汇价在50个基点的 窄幅间波动后接近平收 报6.3598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内地人民银行发布了 2021年第四季度 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 强调去年全年信贷总量增长稳定 下一阶段 要加大跨周期的调节力度 继续发挥好 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的 牵引带动作用 保持信贷结构稳步优化 中国今年1月份的金融数据亮丽 社会融资规模增量 以及新增人民币贷款 都打破最高纪录 人民银行在最新发表的 《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指出 去年全年金融机构 新增人民币贷款19.95万亿元 在2020年高基数的基础上 继续同比增长3150亿元 保持了信贷总量增长的稳定性 报告强调下个阶段 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适度 加大跨周期调节力度 增强信贷总量增长的稳定性 发挥好货币政策工具的 总量和结构双重功能 既不搞大水漫灌 又满足实体经济合理有效融资需求 预计今年宏观杠杆率 将继续保持基本稳定 报告还提到 要引导金融机构 有力扩大贷款投放 同时引导市场利率 围绕政策利率波动 推动小微企业综合融资成本 稳中有降 进一步推进金融支持 稳企业保就业 在房屋方面 报告重申 要坚持房住不炒的定位 坚持不将房地产 作为短期刺激经济的手段 坚持稳地价 稳房价 稳预期 加大住房租赁金融支持力度 更好满足购房者合理住房需求 凤红卫视综合报道 刚新闻我们已经看到 随着全球金融市场 避险情绪的升温 内地A股也是跟随着 外围全线的走低 午后跌幅扩大 但是到了尾段是略有收窄 前期受压的锂电池板块 已经是止跌反弹 也拉动着创业板址 表现领先 相关话题 我们立刻请出 在北京直播室的嘉宾张刚先生 张刚先生你好 你好 王丰 今天我们看到 A股移众板块当中的 锂电池板块是格外的引人关注 因为在上周持续走低的宁德时代 在澄清了一系列的传闻之后 今天股价是反弹了3%以上 并且带动着锂电池板块 集体的反弹 那这是否意味着锂电池板块 在经过大幅度调整之后 这个赛道已经是恢复元气了呢 我个人觉得一个观点 就是有待观察了 我觉得还没那么快 一个单纯从宁德时代 这一家公司的情况来看 它的股价在上周 累计是大幅下跌了17% 这是创下了它上市以来的 单周最大跌幅 那么本身如此大的跌幅出现之后的话 就一个技术性反弹需要 这单纯从股价来看 从基本面上来看 宁德时代也预告了 它年报业绩的同比的增长幅度 高达150%到195%之间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成绩单了 而且它还有和四川很多企业 有相关的合资的这种协议 共同来进行锂矿的开采 不过对于整个锂电池板块来讲的话 我想在今天盘后 这个乘联会所公布的1月份 的这个冲用车销售数据当中 新能源汽车1月份的零售销量 环比下降了两成多 这个数据究竟是 因为1月份疫情因素 或者说是因为这个 价值因素的这个短期影响所致 还是因为进入到2022年 因为这个补贴退坡所导致 那么究竟是这个 也就是说目前的这种环比的这种下降 是不是在未来几个月 仍然还会延续下去 我觉得这是一个看见 这会引发市场的一定程度上的 这个隐忧的 另外呢宁德时代呢 它主要的供货方呢 是特斯拉中国 特斯拉中国从它的批发销量来看呢 在去年12月份 是达到了这个7万多辆 今年的1月份是这个5万多辆 而5万多辆当中的话呢 又有这个4万多辆的话呢 是这个出口的 因此呢我觉得对于宁德时代 以及整个理念之行业来讲 恐怕还要密切跟踪 这个新能源汽车的这个销售数据 究竟如何 而目前的指节回稳的话呢 我觉得可能单纯的 还是因为宁德时代的 它自身的因素 另外提示大家呢 宁德时代在1月中旬呢 公布了它有一个定向增发计划 那么也意味着 如果过高的股价出现的话呢 恐怕它的定向增发计划 一些参与机构的话呢 恐怕就不是很积极了 所以说可能价格还是要 回归合理水平 才会完成它的定向增发 这一点提示大家注意 就是说除了关注这个宁德时代 本身之外 还要关注真正的这个 就是新能源汽车 它的一些销售情况 市场的报告 那么另外结合近期 对这个信贷市场来看的话 一季度稳增长的政策 持续在发力 但是我们也看到 外围存在很多不确定性因素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A股大盘这个模底过程 是否还会持续呢 外部的影响因素 的确是很难进行判断的 比如说目前正在 这个出现大幅下跌 这个欧洲股市就是如此 那明天是不是还是会 对亚太地区股市形成负面的这种联动效应呢 我觉得这个是判断起来难度比较大 但是建议大家呢 在外部环境上的话呢 可能要密切可以关注一下 这个黄金价格和原油价格的走势 因为这个呢 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出来 国际投资人 对于目前局势的这个看法和态度 而从内部因素上来看的话 稳增长我觉得是必然 这从这个1月份的新增贷款规模 达到3.98万亿元 这个水平来看的话呢 主要是这个企业的 这个新增贷款规模和这个 无论是短期的还是中长期的 都创下了历史最高水平 这反映出来企业的投资机性在增强 而现在呢应该来讲 目前判断上的话呢 恐怕主要还是流向了这个基建领域 因为基建领域的话呢 在应对这个经济剧烈波动的 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呢 屡次起到一个这个 算是这个润滑剂 或者说是一个抑制这个经济 这个出现较大波动的 一个非常有效的工具 这无论是从这个东南亚金融危机 还是从08年这个美国次债危机 那么都发挥出了 它有效的这个效果来 那么这样的话呢 今年我觉得稳增涨方面的话呢 基建领域的确是一个很大的看点 所以稳增涨方面呢 我觉得在基建领域的 未来的发展前景上 以及目前它的估值水平上来看呢 仍然是这个价值低估 部分的工程机械的这个股价呢 长期处于它的这个 实验跨的非常长的低位 我觉得这个领域的确是 看点颇多的 可以作为这个中长期的 一个考虑的一个方向 比如说这个基建在稳增涨方面的作用 是不容小觑的啊 那么另外我们看到这个港股今天 虽然是在外围的影响之下 只收跌了1.4% 但是大盘当前的价值优势 似乎也得到市场普遍的认同 那我们看到结后呢 有内地多支港股的ETF基金 就是纷纷抄底的港股 普遍大手建仓了像腾讯 阿里巴巴还有美团等重磅的客房股 您如何来解读这些举动 所释放出的一些市场信号 我觉得提示大家注意的时候 他们这个建仓这个港股的话呢 都是清一色的什么 也就是网络巨头 也就是说白了 它是对于这个新经济领域的话 是颇为看好 那么从整个在港股的 这个指数的运行情况来看呢 实际上像恒生指数呢 在去年的12月份 都创下时间跨度非常长的低点 香港国企指数呢 在今年的1月份的话呢 是创下了2016年3月初以来的低点 也就是说从它的这个点位上来看呢 是一个价值挖地 但是在这个品种的选择上 科技股是不是一个好的选项呢 我觉得只能是相比较来看 因为从目前国际原油价格的 这个走势上来看呢 国际原油价格再度创下了 这个2014年9月份来的新高 那么如果想回避掉这些 就是周期应的行业 因为它成本上升的压力呢 周期应的行业恐怕 它的这个财务数据 是一个需要持谨慎看法的 那这样的话 选择这个网络领域的话呢 的确可以规避 这方面它的这个不足和弱项 因为至少它完全不受到 国际大足上面价格的影响了 而且主要是内需来支撑 它这个业绩的这个成长性 但是也需要提示大家 目前正值2021年的年报的披露期 我注意看了一下几家公司的 这个业绩状况 比如说阿里巴巴 阿里巴巴呢 它的半年报的这个业绩的 这个同比的增 同比是下降的 那么三级报的话 降幅还出现了扩大 而作为这个腾讯的话呢 那么也出现了这个 业绩增速放缓的迹象 那么也就是说 目前作为内地的这个QD 这些基金 他们在港股的选择上的话呢 当然有他们的偏好 但是呢也要考量这些公司 它的这个年报因素 建议大家呢 恐怕简单的抄作业啊 恐怕也不是一个稳妥的选择 更主要还是不妨 等这些网络巨头 年报公布之后 再做决策了 嗯 再参考年报啊 谢谢张开先生 从北京直播室带来的分析 那刚刚张一生谈到说 目前这个观察外围事况 除了要看一些黄金之外 要看能源 我们去看一下石油的价格 那受到俄乌局势紧张影响呢 国际油价在周一 就延续了升势 一度攀升到了超过7年的高位 逼近了每桶100美元打罐 市场担心俄乌局势紧张 可能会影响到 全球第三大产油国 也就是俄罗斯的石油出口 减少石油供应 那布兰特原油 一度触及到每桶96美元 这也是2014年10月以来的新高 虽然石油输出国组织 及其盟友欧佩克加承诺 到今年3月 每月会增产40万桶石油 但国际能源署的报告 则警告欧佩克加的产量 可能未能达到标准 这也让供应十分的紧张 再加上一些地缘政治风险 将会进一步推高油价 分析指出 如果油价攀升到 每桶100美元的话 将会推升通胀 对全球经济都会造成打击 下一节回来将会带您关注的是 日本央行在周一决定 无限额的购买10年期日本公债 以抑制利率上行的趋势 好 一会儿见 到凤凰财经日报 再来关注一下欧美股市 欧洲股市在五盘继续大幅的下挫 市场担心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打击了欧洲股市全线急跌 德国 法国 意大利和西班牙股市跌幅 都是超过了3% 英国股市也是下挫了大约2% 美国股市同样受到乌克兰紧张局势影响 以及预期美联储将会大幅加息的双重打击 美国股市在上周就结束了之前两周的声势 三大指数全线的下跌 道琼斯工业指数全周下跌了1% 跌穿了3万5千点整数关口 标普500指数也是下跌了1.81% 至于反映科技股表现的纳斯达克指数表现最弱 全周下跌了2.17% 美国在本周将会有多项和房屋相关的数据发布 反映上游通胀的PPI数据 也会在周二发布 美联储则会在周三要发布1月底的议席会议记录 同时同一天 美国参议院也会对美联储主席鲍威尔的提名 要做出表决 都是市场关注的一些热点 面对着全球国债收益率上升的大潮 日本也是不能置身事外 日本央行在周一就采取行动 捍卫控制收益率曲线的政策 日本央行在周一就进行了无限额的购买10年期日本公债操作 利率则是定在了0.25% 没有金融机构挑战央行的立场 日前触及6年新高的10年期的收益率回落 一度触及到0.2厘的地位 收盘回到了0.215厘 下跌了一个基点 至于5年期的收益率则是轻微上升了半个基点 这也创出了15年12月以来的新高 20年期的收益率也是上升 创出了2018年11月以来的新高 关注北京冬奥会当中的一些财经消息 2022年北京新闻中心就在14号 就全面加强冬奥知识产权保护 举行了专场的发布会 国家知识产权局的发言人张志诚就强调 为了成功举办2022年北京冬奥会和冬藏奥会 中国政府就积极加强了知识产权保护 并且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2022北京冬奥会赛成果办 为成功举办2022年北京冬奥会冬藏奥会 中国政府积极加强知识产权保护 全力护航赛会顺利举办 并发挥制度优势全方位护航奥林匹克知识产权 而在严厉打击涉奥侵权盗版活动 营造良好奥运赛事版权保护环境方面 中宣部版权管理局局长汤赵日子 国家版权局将关口前移层层传导压力 服务先行开辟绿色通道 完善机制加快赛事应对多错并举 向世界展示中国政府保护版权的坚定信心和实际行动 对奥运会的成功举办具有非凡意义 重点打击短视频平台公众账号 未经授权提供冬奥赛事节目盗版链接 集中批量在网络平台上 上传传播冬奥赛事节目的行为 以及网络主播在直播中 未经授权传播冬奥会赛事节目的行为 严厉打击各类设冬奥视听文字 美术音乐等作品的侵权盗版行为 目前专线行动正在稳步推进中 凤凰医师陈奇北京报道 香港第五波的疫情来势汹汹 那今天的确诊病例第一次突破2000例 再加上美联储即将加入到加息的周期 都是打击了市民买房的抑郁 一项最新的调查显示 大部分受访的香港市民认为 现在不是买楼的合适时机 香港中文大学亚太研究所 上个月电话访问了700多名香港市民 结果显示 随着美国加息周期即将来临 有约六成的受访市民认为 现在不是买楼的合适时机 香港的楼家在长期低息的环境下 已经连升13年 超过巴探的受访者认为 目前香港住宅楼价水平过高 有四成六的受访者表示 在房屋方面的支出负担颇重或非常重 至于对于未来一年住宅楼价走势的预测 认为会下跌的有26.6% 当中有高比例的受访者预计 跌幅会有半成至约两成 而预料楼市会持续上升的 则有接近两成 由于市市场淡季 再加上受到奥密克戎变种病毒肆虐的 双重夹击 香港1月份整体物业注册量按月下跌17% 创17个月来新低 而香港税务局的数据也显示 1月份三项买楼印花税 包括从价印花税 额外印花税 以及买家印花税 税款超过7.27亿港元 按月下挫65.46% 创5个月来新低 另外在楼价方面 虽然去年全年楼价仍然上升3.3% 但12月份的楼价按月下跌0.28% 是8个月来最低 凤红卫视综合报道 两年一度的新加坡航展将会于之外 在新加坡张义展览中心开幕 有数百家的航空公司飞机制造商 将会齐聚一堂 展出最新的设备网络 并且促成更多订单 以及讨论如何走出疫情 给亚洲航空业所带来的困境 在13号进行的媒体预演期间 新加坡 美国和印度尼西亚 都派出了军机表演飞行特技 空客和波音两大公司 也派出大型客机参与飞行秀 其中就包括新加坡空军的 F-16C战斗机 阿帕奇武装直升机 美国海军陆战队的F-35B战斗机 印尼空军木星特技飞行队的 队列表演 以及空客A350波音777客机 受奥米克战变种毒株影响 新加坡疫情形势依然严峻 今年的参展厂商比上届少了约三分之一 共有近600家厂商参展 航展也不再对公众开放 但公众可以通过网络直播 欣赏特技飞行表演 主办方表示 期望航展能为亚洲航空业复苏 提供寻求解决方案的平台 目前澳大利亚 新西兰和菲律宾 正寻求开放边境 参展的行业领袖 也期望饱受疫情打击的亚洲航空业 今年能够迎来转折点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越南将会从15号起取消 对于国际航班的防疫限制 以及恢复国际航班的数量 从明天起就周二起 越南将会允许入境人数 恢复到疫情之前的水平 所有旅客入境时 需要完成疫苗的接种 并且需要居家或者说 在酒店隔离三天时间 而国际航班的数量 也将会不受限制 目前的越南已经向合作伙伴 通报了这一政策 逐步恢复和15个地区的 国际航班来往 好 感谢收看财经日报 我们再会